这是最疯狂的 激动模式 嘶 哈喽大家好 欢迎观看喜美科技 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打手游的话 那我相信你一定知道 ASUS ROG Phone 这个为玩家而生的品牌吧 那市场上的确有很多很多的手机 都可以打游戏了 那为什么还要选游戏手机呢 那今天呢 就让我这一个宅女来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用了这个ROG游戏手机6 差不多5个月后的真实体验了 那到底游戏手机跟普通手机打游戏 是真的有不一样吗 手机屏幕采用了一块 比一般手机大的屏幕 6.78寸165Hz高刷新率 720Hz触控采用率的AMOLED电竞屏幕 无论是亮度和色准 都是超级优秀的 机身上面左右都有超声波间键 可以按照不同的游戏需要去做设置的 可以带来高效的操作效果 还有我最喜欢的RGB灯光效果了 可以自定义的设置 Gamix又直接拉满了 那屏幕两侧是一对对侧的正向的立体扬声器 不管是外放打游戏 游戏音质和音效都是一流的 那不但如此 这台游戏手机还配备了一个非常非常稀有 然后我觉得又非常好用的3.5mm耳机孔了 对于喜欢用有线耳机的朋友来说 是非常有帮助的 也不需要担心延迟感 那底部这里还有一个支持65W快充的Type-C口 而最重要的我觉得这是游戏手机专属的点了 旁边这里也为游戏的握持手感而设的RG 这里也加了一个充电口 对于我们游戏玩家来说 我个人真的觉得是非常顺手的 那这个口除了可以充电之外 也可以加装这个RG的散热器 直接给这个散热器供电 那打游戏的时候 就真的不需要担心你的手机发烫或者是卡顿的 我真的很喜欢RG的散热器 因为它是无线的 打游戏的时候 你想要坐沙发就坐沙发 想要躺在床上打就躺在床上打 完全不需要连着任何的powerbank或者是数据线的 真的是超级无敌方便使用的 那除了方便使用之外 它还有这个酷炫的灯光 那我之前就在想 我装了这个散热器之后 那我是不是就得用下面的充电口 不能够用上面的了呢 其实我发现这个散热器上也有一个Type-C的充电口 可以充电哦 不但如此 它还可以当手机支架 是不是没有想到叻 对于喜欢使用这个实体按键的朋友来说呢 Oops 这个散热器也有四个的实体按键 两个是尖键 两个是被键的 虽然呢 我没有那么高超大用四个实体的按键啦 但是呢 对游戏发烫油来说 我觉得绝对绝对是一个加分点来的 那为了让大家直观的感受 这一台收集的游戏性呢 我也给你们分享整个游戏的体验 那我们就先从我平时也很爱玩的这个王者荣耀开始吧 我打王者荣耀大约三四场 都是稳稳的保持在59-60fps的 完全没有卡顿 非常丝滑 接下来我们直接进入 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原神咯 来看看这个搭载独家一冷散热的 这个ROG Phone 6的这个真实游戏表现到底是怎样的 我们来开启这个烧机的模式 高货值三十分钟游戏 平均真理是保持在59-6左右的真理是非常的稳 但是手机有一点点烫 不过真的是完全不影响握持感的 因为中值CPU的关系呢 你的手握着两边的时候啊 其实呢 我发现了 是不会摸到这个最热的中间区域的 那当然我相信也会一些朋友呢 会很在意手机发烫 会不会影响我们的电池啊 或者是吊针等等的 所以呢 我们直接就来试试看这个AeroActive的这个散热器 看看它的这个散热器有没有用 我们来开启这个酷寒的模式 看它直接跑满帧率30分钟等等 维持在60帧率的 那温度呢也只有39度哦 偷偷的告诉你 带上这个AeroActive的散热器之后呢 原来还可以开启隐藏的X夹模式 开启了这个模式之后啊 可以让手机的CPU和GPU 在更高的帧率下流畅的运行 那你以为AeroActive就只有X夹模式吗 玩了这么久 其实当然还是有一些小小的 一些小诀窍可以传授给你们的 给这个散热器接上电源 它可以同时给手机还有散热器充电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 散热器可以启动 这是最疯狂的极动模式 那30分钟稳定在60帧率 温度只有38度 真的太疯狂了 喜欢边充电边打游戏的朋友 我觉得这个RG这个小方案呢 真的就是为你而设的 你再也不需要担心 你一边充电手机很热 那你打完游戏之后呢 手机也就充满电了 但是如果不是真的手机没电的话 我个人还是真的不太建议 一边打游戏一边充电的 OK 那毕竟这个ROG Phone 6已经搭载了6000毫安超大的电池容量的 日常使用啊 或者是打打游戏的话 其实你也不需要一直担心手机没有电的 我觉得最厉害的是ROG游戏手机呢 可以做到当我打到很累的时候呢 休息 然后打开YouTube啊 或者是其他的APP看视频等等啦 过了一阵子之后呢 我再回到打游戏的时候 它也不会让游戏散退 普通手机很多时候啊 都是需要重新再下载那个游戏的画面的 但是ROG是完全不用重新的下载那个页面 有人知道为什么ROG可以做到这样的高境界吗 那不得不说的是呢 我真的觉得ROG的这个游戏手机 不管是打游戏啊 还是滑动画面的时候 都真的真的是比一般的手机 顺畅很多很多的 不管你是不是游戏的玩家 一定要带着你的手机到ROG的店去体验体验 做做对比感受一下 我刚刚跟你说的那种丝滑的体验 那整体来说呢 我用了差不多四五个月之后啊 我真的觉得呢 虽然游戏手机是一个非常小众的市场 但是呢 在这个市场里 ROG的游戏手机呢 是一直不断的在惊艳我 除了为游戏玩家而设的这个设计 比如双充电口啊 耳机空啊 尖键啊 还有就是强悍的处理器 极致的游戏体验 当然还有这个精心定制的无线散热器 话说你愿意尝试这么极致酷炫的 ROG游戏手机吗 留言来告诉我一下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咯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 祝了 如果你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留言问我 好了 bye